欢迎收看明星逗逗乐,感谢收看本频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胡幸儿以及许如云 再加上奥运冠军徐梦涛退赛 所以仅有20位姐姐进入武功 除去宁静和纳英三代姐姐还剩下了18位 由王兴玲 郑秀妍以及谭玲维带队 平均分为三组进行PK 众所周知 在三宫时姐姐们大致就进行了锁组 赢的组可以保留 而输的组会被拆散 其中余文文堪称最惨队长 从一宫到三宫就没有赢过 其在三宫时依据家人备受好评 结果现场投票却是低得可怕 以至于大批观众质疑起了投票的公平性 随着武功分组曝光 余文文成功加入到综合实力比较高的正修岩组 按照人气看 谭玲维组应该是武功三个组中最低的 其队内张强 琪西 赵梦等姐姐的人气都不高 所以大部分观众都觉得 这次谭玲维组大概率会垫底 余文文终于可以赢一次了 但令人意外的是 有现场观众爆料 余文文在第五轮公演 不仅输给了人气极高的王兴林组 还输给了谭玲维组 票数又一次垫底 在很多人看来 郑秀妍 余文文的人气加在一起非常高 输给谭玲维组非常反差 其中实力 人气双高的余文文一输到底 反而赢 没有赢过一场 简直是令人无法置信 值得注意的是 按照这位网友的描述 郑秀妍和余文文的人气非常高 前后左右都是他们的粉丝 按照道理说 他们的票数应该非常高 但在票数电力的结果被揭晓后 全场观众大喊 做票 公然对节目公平性发出了质疑 情况一度失控 平心而论 如果该名网友爆料属实 浪姐三武功现场 真的出现了全场大喊 做票的情况 可见大多数人 对这个结果是不认可的 那么观众反应 与票数不符 到底是哪里出现的问题呢 最后浪姐三武功虽然已经录完 但并没有正式上线 现场情况究竟怎样 还有待上去 而且罗布钦 蔡克有所爱 大家对于这类比赛都是主观的 没有绝对的公平 姐姐们为了成团晋级名额 都不约而同的再酝酿打招 根据网友整理的武功节目单来看 武功的规则有了很大的变化 第一轮是三位队长 郑秀妍 王信玲和谭美维互相PK 第二轮是三人团PK 会赢两个晋级名额 第三轮是六人团PK 赢得直接晋级名额 武功只淘汰一人 最后的17人直接进入总决赛 最后选出7人成团 这次浪姐的节奏非常快 让观众意犹未尽 那么接下来就为大家剧透 整理一下武功的看电 喜欢这档综艺的朋友们 不要走开 纳英和宁静在四公后 就不会继续参与姐姐们的比赛了 毕竟最后的光环要留给其他姐姐们 纳英和宁静作为前辈 已经教会了姐姐们不少东西 给了他们很多的经验 纳英面对自己队员的不安 经常私下鼓励队员们 让他们放轻松 不要过多的在意别人的看法 每一次比赛失礼 纳英都理性的为大家分析原因 就像家人一样温暖 避免重蹈覆彻 她不会刻意的搏眼球 也不想制造话题 她希望把更多的机会留给姐姐们 让他们多一些出镜的机会 纳英在三公中演义 孤勇者这首歌唱得很少 她把精彩部分留给了谭薇薇 把煽情部分留给了郑秀妍 这首歌完美呈现 宁静带队很努力 她希望每一位姐姐都能晋级 节目开始的前两期 于文文被很多网友吐槽 宁静站出来安慰于文文 还在节目中力挺她 表示自己很喜欢于文文的性格 两人在节目中也是成了网年交 宁静和纳英退赛 意料之中 纳英在节目中说过 自己新人越比自己优秀 自己越开心 娱乐圈需要新鲜血液 而不是靠着老艺人苦苦支撑 另外宁静和纳英 在娱乐圈地位很难动摇 而眼下这些姐姐们 更需要曝光度和翻身的机会 很早就说过 王兴静的队伍就是王炸 有阿娇 阿萨 吴景言和张天爱 这四位综合性极强的艺人 可以说他们组半支角 已经踏入了成团的权力 有不少粉丝认为 王兴静不适合当队长 但经历了二宫和三宫之后 他们的看法逐渐改变 王兴静能力出众 他能准确把队员的长处发挥出来 队伍关系非常融洽 就如三宫中的星星点灯 王兴静能让阿娇和阿萨翻跟头 再现回一杀 这一番让王兴静队的人气更上一层楼 据网友爆料 王兴静在武功中全员晋级 并以一手 有麻 炒面 震撼全场 王兴静队从二宫开始都是稳扎稳打 看来当初选王兴静当队长是个正确的选择 于文文的人气稳步上升 他大大咧咧的性格赢得了观众的喜爱 于文文也算是继体面后再度翻红 于文文队在四宫表演中败下阵来 最终被拆组 于文文选择加入正秀岩组 武功只剩下了三组 王兴静组和正秀岩组的人气居高不下 有于文文的加入 势必会让正秀岩组锦上添花 反观他内为组则是处于下风 队伍中的赵梦和齐曦人气都很低 预估在六宫这两人会有被淘汰的可能性 正秀岩组比较拿手的就是抒情歌 是为了照顾张新义等人在唱跳上的劣势 于文文在正秀岩组 可能会有所限制 正秀岩组的风格类型会限制于文文豪方的特点 随着规则不断升级 相信正秀岩组在后几期的公演中会有所突破 这样才能有可能超越王兴静组的可能 根据目前的人气 很多网友已经在猜想最后七位的成团名单 第一种猜想 王兴静 正秀岩 谭维维 阿萨 阿娇 余文文 薛凯奇 第二种猜想 王兴静 正秀岩 谭维维 阿娇 阿萨 吴景岩 郭菜杰 第三种猜想 王兴静 余文文 正秀岩 谭维维 唐诗意 阿萨 阿娇 王兴静和余文文 谭维维维不出意外是会成团的 毕竟人气摆在那儿